在火真的说实在的 你说你告我明天流量又大了 我就会恐慌 就因为这就是我怕 我怕你就会来什么不好的事情 但是在互联网上演出 就是你们所谓的线上演出 它意味着一切人 对 不期而遇的观众是特别可怕的 那么一切人就意味着那人什么 那你敢说你 即便你现在已经懂得了界限 你敢说你不会有人听了 特别不高兴吗 因为这个界限不是你把握 是听者把握 就所有脱口秀的人 我发现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就是冒犯 你对这个问题 现在有什么心得了 心得就是冒犯别人 如果别人骂你 就冒犯就是别人会骂你 就是我的心得 我思考的冒犯是这样 其实它脱口秀是一个非常 它理论上 或者一个比较理想的境界 是这个人在输出偏见 就是这个道理它是不正确 它绝对 双眼号的偏见 它不是那个四平八稳的那种 普世的价值观 就是一切都是正确的 它不会说特别正确的事情 所以我理解的冒犯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在台上说了 挑战你价值观的事情 你觉得这个人混蛋 他就感到一种冒犯 你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 其实我不是为了冒犯你 而去冒犯你 就是我们知道说 刚才这个周老板说 你可能一些跟他想的不一样 跟他价值观不一样 他可能会产生冲突 甚至是产生笑点 但我从来实话说 我就从来没有说为了好笑 而自己曲解我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我说这个好笑 但是我讲一个又冒犯的 但我又不认同 然后这个歪曲纽巴价值观 那我不会这样 但我说我认为对的事情 不好意思冒犯到你了 那我就只能这样 我下次还会说我认为对的事情 但而且我觉得创作者 甚至也是应该走到大众前面的 就我永远都说你爱听的 我觉得这事也做不了几年 就完蛋了 你们有价值观吗 有 这个我自我方的 这个太不好骂了 我受不了了 我走了 录到这吧 喝点喝点 我要上网骂你了 我这个 你讲好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你们的事业 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说呢 我以为啊 其实我是 我觉得我是那种脱口秀 最好的观众 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认为 你们任何一句话 有什么真格的 所以我才问你 我说你们有价值观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有趣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们还真有 想表憋着点 不是憋着坏 就是想表达点什么吗 因为比如说 像我觉得看脱口秀 是吧 我觉得就跟看相声似的 您叫什么劲呢 就是他 他有 他哪可能有真的 就我反而是觉得 他全是为了娱乐吗 不是啊 所以说 这不是最好的观众 训导一下 因为我们还是想 表达一些东西的 就事呢 都是真事 就是或者说 八九成都是真事 就有自己润策的 这部分在 然后 而且是我们 想通过这个事情 表达一些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和价值观的 不希望你把它当成假的 当成假的 就 枉费我们 这个心思了 因为 我说演员是这样的 就是 如果你要是骂我们 我就说 端子 别当真 但如果你要说 这个端子好 这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好话坏话 都你一人说了 身段非常灵活 这就是 这就是他的空间 他非常有意思 就 一正一邪 一装 一邪 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主要是装 不是 我跟你们讲 这种角色的转换 但是我没有什么学问 我就是说 偶尔那天 我看着一个老师 讲这个 事说新语 事说新语 就是说 东晋那个时候 咱们不讲名士风流吗 一个老范 和一个小王 老范呢 岁数大 官小 小王呢 是岁数小的 就职位 这个大 他们要去拜访一个人 然后就说 您年长 您在前头 您前头走 是吧 那个人说 不行 您这职位高啊 您应该来走 俩人你看 互相牵扬 很有理 但是这个最后呢 就终于是 老范在前面走了 然后这个 一这么走呢 小王后边 马上改调侃 他就说啊 这个你看那羊骨子 都是那个糟糠 在前面 然后这个老范 反应非常快 老范说 你看那个 那个 陶金啊 都是把沙子 逃在最后啊 你想想 当时他们人之间的 这种 他就是 礼仪也讲 但是他又 不拘泥于 这个礼法 啪马上 他就跳 我觉得这种 人生态度 有点像脱口秀业 是 但他俩得 智商对等 够 而且关系说得着 是 而且在脱口秀里面 其实你要不然 就是老范 要不然你就是小王 脱口秀 其实没办法 站在台上 讲一个 纯讲一个 老范跟小王 那个故事上 跟自己什么关系 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 好说得罪别人的时候 就你觉得 这一切 是在一个安全距离 但有的人 其实早已经 睡在你家 在那走廊 或者门口了 你只是在自己家门口 走一走 都踩着他了 你们觉得 得罪到这个人的时候 怎么办 是下次 我就要校正这个距离 就这的话不说 免得再有一个 这样容易被得罪人 还是不管 对我来说不管 你下次躺我门口 我还踩你 反正我正常出门 我的理论是一样 我肯定不会 跑到你家去踩你 对不对 就这是我的底线 但你躺我家门口了 我一样就照样踩你 就我的底线 和我的界限画清楚 对吧 你跑过来 在我这儿 那我下次 还用一样的价值观去处理 其实就好了 那否则的话 大家都躺我这门口 我还出不出门了 我还生不生活 对 你要为每个人都修正一下 你就啥也没有了 是啥 你平常是不是很 就是不是特别像他一样 特别独的一个人 就是挺喜欢跟人交往啊 朋友很多 是 就是我还挺喜欢热闹 就挺喜欢跟熟的朋友一起热闹 但见到陌生人多 其实也也心慌 但我是比周老板会更那个 就是喜欢热闹啊 是更周围的 你看我最近刚学了个心理学知识 我觉得很有启发 就是说 每一个人呢 都有他生理上的最佳激励水平 如果你的激励水平 就是你接收到的外界刺激 超过了你的最佳激励水平 你可不可以应付呢 你可以的 但是呢 你会觉得耗损经历 我举个例子 你更容易明白 就比方说啊 对于激励水平 就有些比较内向敏感的人来说 我说实在话 我相信我跟周老板可能都属于这类人 我也很喜欢跟朋友交往 跟朋友交往 但是呢 会觉得有点累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他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休息 他出去不是说他不高兴啊 跟朋友待也高兴 但是他整个是觉得这是耗费精力的 包括在台上演出 相反 比较外向的人 你知道吗 这更有趣了 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啊 可不可以呢 没问题 是 但是对他来讲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是耗费精力的 他要出去跟朋友玩是放松 是 我之前看也是就是 用这个标准来区分内向者和外向者 就是你是否觉得跟别人交往 是对你的补充 还是一种消耗 对 对 我们可以吸取很多营养 但是仍然 是不是你觉得还是消耗精力的 会啊 还是会消耗精力 对 你就觉得 我就是没有 越加越有 但我自己待着 我就自己待着也不好消耗精力 我自己待着 你说在家看书什么之类的 也能待得很好 但跟朋友出去回来 就是身体上的累 那就是没啥 没有任何的心理上的累 就也不会后悔说 哎呀 我为啥要出去 没有 就是开心 就是精神涌动机 没有任何能量上的消耗 我到精神倒是还是很这个坚挺跟坚强 然后就也没什么太多的事情 能特别的伤害到我 就还好 你们觉得累吗 这现在 这这么成功 是吧 肯定要到整天接通告 到处甚至商演 这肯定很多 一下子跟你以前的生活 会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 我首先不成功 没有说成功 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发现我 比如这一年两年的 其实自主性 主动性在下降 就是很多事情是来了 找到我 而不是说我主动要去做 所以在这里面 会有一些 所谓的不是的地方 就是你突然感觉 自己的人生都是被安排 因为你之前那时候 所有都是你主动的 你要主动去演出 主动去联系别人 主动报名上台 所有都是你主动推进的 你就扭劲 现在就是 这个 曝光了以后 确实有很多好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曝光了 好像是什么丑闻 对 出面当丑闻了 我这个 段子被揭发以后 就是你会发现 很多事情都是被安排着 会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让自己的人生 再走上正轨的话 还是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主动去做一些事情 但我有时候又比较懒 这是一个悖论 我觉得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来参加这个远座派 这是一个被动加主动 完美结合的 到现在终于找到了 主持人的感觉 不过我很 我很佩服你们的 就是这个 就是得留意观察生活 比如说像你学的那个 说中年人玩那叫什么游戏来着 进屋的那个 鬼屋 鬼屋那个游戏 说那中年人玩鬼屋游戏 那真是纵浪大话中 不喜意不惧 就看见什么鬼来了 都怪我事 你不是中年人 你这么年轻 你怎么有了我们中年人的体会了 有啊 我是啊 其实是啊 你把自我当中年了 因为大家都这么看你 而且你周围的人也到了 你不能因为长得像 就认为是中年人 年纪 从客战国人上也到了 而且尤其是 包括今年也是 就是每年在比特务大会的时候 正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生日就在那个期间 然后一过生日 你就开始算年龄 一算你就开始 就那个沧桑 一切就附体 是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过生日 我都觉得 我就30岁 29 30 但你一算 哇 33 34了 你还是会去 焦虑 你还是觉得 比赛的劲儿 就来自于这儿 你就没过一个好生日 你是生的时候不好 生个萌食 5月20 生个萌食 所以说就会有 就是有这种感觉 你冲我们说这个 不有点太残忍吗 还行 还行 我从现在30多岁的人 都觉得自己是中年人了 这不符合联合国定义啊 没有 还要抓我们 不能看出场日期 有的就是这样的 就成名之后 就是有很多疲倦感 但我其实看到有一次访谈 我那个 你有一段话 我特别喜欢 你说有一个好处 就你想做的事 成本变低了 对 比如说我想去哪个大学 跟人聊的哲学 聊的物理学 我觉得这是有意思 但取决于什么 一定是你从前 真有值得干的事 是 因为我其实心态还好 你看 就虽然那个 又忙又傻的 但你看看 其实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 所有的活动和工作 是提前问你的 就没有说什么 你一定要去什么 但也的确比如说 像来这个地方 这个咱不是追问 来这个地方 那就是开心 我就想来 这个就是工作兴趣 这个包括以前的这个 愿望 挺合一的事 挺合一的事 就特别的开心 那就别去那了 以后就在这吧 那也得生活 感觉我们这儿没生活 咱是有吃 有喝的 有瓜子 能吃饱肚子 你可以单言喝口子 对 吃饱肚子 是真吃饱肚子 你们现在会觉得 生活中开始有一些矛盾了吗 你比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说 不是和说就算了 你比方说 你的这个单理人和效果之间 你现在感觉到有矛盾吗 你现在跟他们 还是维持着什么样的关系 面上过得去就行 成熟了 没有 我是觉得 我一直抱着一个 比较感恩的心态 其实看待这个事 就是包括我的这个分约啊什么 就是我感觉 我好像把好事都给占尽了 你啊 我原来 比如在单理人 对吧 演出啊什么的 就是一群很 就是比较 很热爱这门艺术的人 在一起 大家一起进步 是吧 培养出了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这种艺术风格也好 还是那种这种段子啊 储备 对吧 然后呢 又到了效果这儿 然后通过这个节目 达成了最大的一个收益 对吧 其实两边就是 就是把那个好处都占尽了 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我是非常感恩的 在这方面 那他们坏处都占尽了吗 没啥坏处 双赢吗 坏处都是他们的 跟我没关系 是他们的那是闹心的 算了 跟我没关系 哎呦 真是 但是我倒觉得你是在脱口秀界 好像是我唯一学的 学会英文 英文啊 save the best for the last 就是说最后的 就是说按说你早该出来了 对吧 把最好的留在最后 对吧 把最好的留在最后 你反而是属于这个 这个杉杉来迟 但是最后好像是获得了一个 早应该获得的勋章 是不是这么个感觉 没有没有 这是不敢当 我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刚才也说了 为啥出来 因为我这个人比身也比较懒 就是为啥所谓的上节目比较晚 就出来的一是比较懒 二是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太 之前没有太准备好 那个心态不是说 哎呀我一直奔着上节目 我为了节目而准备 那个准备是说 这晚上我到底应不应该在线上演 是这种准备 不应该的理由可能是什么 就是你好可怕呀 这个场合 那不跟我感觉一样吗 我也觉得好可怕 万一不好笑呢 对啊 就是淘残酷 就是你看不到的观众才在看 跨过去了就跨过去了 其实 你要永远觉得怕 其实十年十六年 可能还是有那个坎 你就越来越觉得说 我就只能演线下 我不能演线上 其实 但其实这个行业 有一点挺可爱的 就是他特别的稀才 就是他很公平 又稀才爱才 所以说周老板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跟他讲说 线下跟线上哪里不一样 但是他是他自己执拗了 那个第三季的时候 但我们真的每个人都 就是掏心掏肺的 跟周老板说 你这个我们觉得好像行 那个觉得不行 但就觉得说周老板厉害 就这个才华和才能 不应该不被人看到 或者说不应该不比出来 一个好名词 这个是真的 这是法自卫 这感觉像是当年的穷兄弟 是吧 相帮着就上来了 拉伸一把 拉伸一把 因为我经常会觉得 就是比如说 如果说在这个节目里面 周老板如果美晋级 或者说淘汰 或者说名词不好 你在他名词前面的人 其实脸也有点 挂不住 挂不住 是这个感觉 是啊 哎呦 真的是 这有句话叫 我不在江湖 但是江湖上有我的传说 周老板当然其实是 是吧 但是这个 我又觉得人呢 是不会停的 最后叫 中国古人叫 寂静于道啊 当然咱说这道 有点大义不狼 但实际上任何一门 他都有这个 你比如说我注意到 周老板现在就开始 追求一种 可遇不可求的笑 我是在你访问上看来的 哎 我觉得你描述的这种笑啊 真的好 他说我希望啊 有那么一种笑 就是你听了我的这个 一个段子 或者一个脱口球之后啊 你觉得这一笑啊 把你一天的疲惫 和这个焦虑都洗清了 啊 就感觉把你就洗洗干净了 然后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 你想起来 还会笑 哎呦 我就我能想象到 那样一种笑 那个真的是我们现在 非常需要的 对 我觉得那个非常难 那个就是一个 我我认为喜剧 能做到一个 非常理想的状态 对 但是我也不会说 一直奔着那个使劲 我觉得那个太 拿把自己累死 那个 那怎么样才能 激发出这种笑呢 我觉得那个是 非很多因素巧合 机缘巧合的 那么一个 天时地利人和 在某一个瞬间 这个人的 这个人的那个频率 跟演员的频率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时刻 共振了 我觉得可能 你肯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那得问观众 我也没采访过观众 说你听完我这个感觉 是不是疲惫 一扫而空啊 有没有想起来我呀 对对对 两年之后打电话 想起来是不是 还不笑啊 没有跟这个 做那个客户的 反应就是什么 回访 用不体验怎么样啊 我们只有观众不笑 然后我们疲惫 我们这一天 疲惫的不行 其实 但是会觉得 再往上很难 甚至觉得 慢慢就变成了 害怕会走下坡路的焦虑 这个情绪 你们有出现吗 你有 没有 我觉得还好 觉得现在还是 创作力满满 我倒是有创作枯竭的时候 但是不是现在 我觉得现在 我是感觉歇一歇 还可以接着再站 再歇点 身体好 对 我就觉得这个 其实实话实说 就我们这个环境 还挺公平的 然后我们的观众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观众 他就是 很少有 兔球观众 很少有那种说 啊 那个哥哥 不管你好笑不好笑 我都支持你 很多观众 他就是你好笑就不好笑 你不好笑 说忽然你怎么最近不好好写段子 怎么最近不好笑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 还是挺健康的一个环境 因为我始终觉得 就如果有多少人 无脑的吹风你 就是你好笑不好笑 我都支持你 那必然就对称 你以后有多少人 无脑的就会去骂你和黑你 那还不如有一些理性的观众 好就是好 不好的就不好 我觉得这我还挺 他好在这个行业 起码不以貌取人 哎呀 你是怎么 这是什么 这是夸的 我一笑他就不冒犯了 对不对 我要不笑 你尬在那儿就很冒犯 为什么我一开头 跟你提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我过去听的 这个西方的 这个脱口秀比较多 我认为他们那个笑话 就比较成人化 但是我觉得 像中国的这个脱口秀事业 你们是不是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你们会琢磨 他们的这个喜怒哀乐 觉得自己创作的源泉 在这一块吗 就是你得把着他们的情绪 或者焦虑点 我不太会 我找的是交集 是我跟他们的交集 不是说专门为他们写 不会研究说 现在年轻人关心什么 然后我想 他们关心这个 比如关心剧本杀 那我专门写一个剧本杀 得是什么呢 得是我 我对剧本杀这个东西有兴趣 然后发现 这个年轻人现在也很关心啊 那我就讲这个东西 大家都有共鸣 我会这样选择 那还是我是尺度 对 不能不从我出发 还是我是尺度 然后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感觉国外的脱口秀 比较成人 其实我说一句 比较冒犯的话 我觉得 为什么中国脱口秀很难呢 因为中国脱口秀 观众都很少有成人 心智上的成人 很难 就是他心智上 就不是一个成人 你很难给他讲 所谓的成人的脱口秀 成人的脱口秀 就是告诉你 就是我可以这么想 你也可以不接受我 但是你是不是能 对吧 承认我的存在啊 你不用非得博导我吧 我特别 我不但理解 而且共鸣 所以我真觉得啊 就是说 咱们一方面啊 咱们是服务行业 你永远的错都是你的 对吧 你应该需要不断的去注意 对吧 可是从另一方面呢 这个说实话 为什么我觉得 比如说 我觉得马东老师 做了很大贡献 不是因为他做了奇葩说 而是因为呢 把一种辩论文化 推广 你知道当年 唱经戏 是因为有会听戏的观众 为什么我说 李丹老师也有很大贡献 就他至少让大家 初步了解了一些脱口秀 你该怎么听 对吧 所以你比如说 我现在 你要说我没使命 我也有个使命 我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聊天文化 就是说 比如我们聊天节目 聊天的人 当然你也要注意 对吧 来面对观众 但是呢 如果观众呢 不那么较真 知道咱聊天很多啊 咱就是个乐 聊天本身是可亲的 是可乐的 对吧 非要计较 这是一厘米 还是一毫米 或者非要计较 你是不是得罪我了 这个你也失去了聊天的争取 对 所以我跟你这个一样 就是说 你说的这个 当然你是用观众心智的角度讲 但是我觉得 其实就是 我倒觉得 人没有什么天生不友善的 他很多时候 确实是不了解 一个博来品 他有很多 就是接受方和表演方 都有一个游戏规则 所以你看 像什么 大家的中国人民接受度 就好得多嘛 就是因为大家这是像什么 他就对一些基本的格 格啊什么的 他三番四斗 他掌握 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怎么说呢 难于处理的情况 就是咱们早说 求同存异 那个我朋友东东腔说 求同是本能 就你要跟我一样 都甜豆浆 都甜豆浆 存异是修行 就你跟我不一样 我还能容忍你个那么高 为什么要长那么高 你能裁掉一点 我不跟你提这个 不当的要求 其实无论是奇葩说 脱口秀 聊天 都是让大家能有点修行 而不是就活在本能里头 脱口秀在中国的这个火呀 这个成功啊 本身就在起这个作用 可能原来很多 特别玻璃心的同学 甚至现在公司很多年会 高脱口秀 可以开老板玩笑 其实这特别好啊 就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放松啊 这个安慰剂啊 对 刚才所以说 马德勇老师 包括李丹说 做的贡献就是 咱俩见面 咱俩不认识 你看脱口秀 我也看脱口秀 咱俩就知道 咱俩是可以 咱俩相对不会特别容易 得罪对方 因为我们都被那个 好像得罪 但又取悦了 是 我们就应该是一个 能开启玩笑的人 包括你刚才说 这个谈话的这个文化 你看多问他 我也看多问他 那时候我们可能都是 读书人文化人 咱们可以聊点这个 其实这个就是 能做到的这个贡献 受众越广 其实能开玩笑的人越多 其实是 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个观众 已经在跟你们 共同成长 他慢慢就这么开玩笑 他知道你 其中的妙处 你发现你看 我看他们你们节目 有时候评价 我就喜欢 钻研各门的 这个技术 我觉得这个技术 是人类啊 人类智慧的 一个璀璨的明珠 就是甭管你是 什么信仰 什么派别 对吧 就是这个技呀 你比如说 听他们讲一个段子 我发现你们内行 就会说 好比说比如周期末 对吧 又回到那个 又回到那个点上了 又想当主持人了 又回到这个点上了 马上你看 旁边的有评价 就有内行的 对吧 说这结构 这个结构 你看 这个就跟 普通观众的那种感觉 不太一样 就他这个审美啊 能深了一层 就他能知道 哎呦 这个里面有一种 有一种循环往复的 对 这样的一种笑话结构 哎 我觉得这东西非常 有魅力 嗯 就是一开始观众 我们首先是让他先听嘛 他听了久了之后 他的审美也会提高 其实观众审美提高 也会倒逼我们 在网上走 对 就因为每年都在比赛 然后你观众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的 但凡我们的喜剧加速度 是小于观众的加速度的话 其实观众就会觉得说 哎 怎么没有去年好看 你可能也在进步 但只是人家进步的更快 你这事就不成 他刚才说了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 把更多的人 让他去看到脱口秀 让大家觉得是同类人 比如说一开始说这个足球 你在脱口秀里面说足球 大家脱口秀观众 看的都很开心 一旦他不看脱口秀 他觉得说 怎么骂 那我们就是不是 能让更多人看呢 要全中国人的都去看脱口秀 他又知道说 这就是个效果 用不着你解释了 用不着我解释了 那之前生气的这些人 也就不会生气了 那少点人生气 不是挺功德无量的一个事吗 这个实际上 不光是脱口秀 我觉得最后要是脱口秀 消失在群众中 那才功德无量的 就是 就不是一枝独秀 他融化了 不是说仅仅是 咱俩都看脱口秀 咱们是一党的 咱们是一圈的 咱俩有共同语言 而是说 人与人之间 本来不就应该这样 亲热的 开着玩笑 胡说八道也行 聊着天 是咱们的亲情 所以我老说 我说这个观点的不同 没有我们的友好重要 对吧 我们是为了爱 这一块 真的 对吧 没啥不好意思 对啊 这没啥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应该多一些幽默和放松 有一次我在那个英国那看那个戏啊 看那个剧场那个戏 我们那个同伴 一个一个一个可乐 买了个可乐 咕噜滚到前排了 对吧 一个一个那前排 一个外国一个观众 拿起来 按说咱们就你还还还还还还还给人 但是他不他一定要先这样 我喝一下我再给你 哎我觉得这个人跟人之间这种 这其实就是所以我就说最后这样跳出脱口秀 他就像水一样滋润了咱们 对吧 就像上次陈北思老师讲喜剧 他说这是社会的活化剂啊 就我这么一下就也代表了没事 你没让我生气 也没那个伤害到我 然后他一下就理解了 这样子双方就都舒服 没错 对吧 你不用惦记一晚上说 哎刚才是不是打扰到了 怎么怎么着 这事就化解掉了 但可能就是只需要这么一个 就是共同语言 我其实我看就比如做我学大会什么 我肯定盯着看弹幕 我起码或者第二遍看弹幕 就是在弹幕中到底实现了几成的世界大头 就大家幽默感的接近 其实你就要看着到底是火药 或者是子弹在穿梭 还是好玩的那个智慧 在擦擦擦擦擦 对 你看我们最后说到了 哎 这家伙 这境界 是吧 生活好了 这家伙